与會各部會的首長 各位校長 我想 我也針對剛剛那種行為 因為主要就是 身為一位 身為一位國會議員 我認為 你今天要做一個示範 做一個典範 並不是上質詢台 對官員那種幾乎是凌路 幾乎啊 可以說 是已經有設定目標設定框架 來凌路他 這點我是非常不認同 我認為 你今天 身為一位國會議員要做表率 要針對問題探討問題解決問題 不是讓學生上來 針對一位教育部長 那種幾乎是凌路的行為 是社會大多大多數的人都不能接受的 我認為 站在一個學校教育的體制 適度的制止 我認為應該的 我們不要讓這個整個社會的價值觀 扭曲 這個時代是要不得 然後你把它轉成好像是 公平正義的這個 什麼實責的化身 那個誰都不會接受 站在我這個年代的看法 我是不能接納這樣的一個作為 來我請沈記長 等一下沈記長 好開始 那您沈記長 我想那個白冰冰 那個2010年那個製作華視那個天天哈哈笑 這個上個禮拜啊 被那個媒體報導說 勞役人指控這個白冰冰 假補助啊 顧自己 那請問審計部對這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什麼看法 是的 這個是因為本部對各機關財務說 就是用訴後的方法 來做一些審核 這個案子是最近 這個 十二月六號的新聞才來報導 這個部分 相關主要我們還在匯總中 那那個 那個沈記長 要是說 這個 要是真正發生這些補助有異常 那 這些責任 站在沈記的觀點 立場 你們是不是要應該要去 追究這些責任 跟委員報告就是 在 主管機關 像說文化部來講 他對這個補助款 他有訂定這個補助款的一些 合定要點跟監督辦法 所以第一個應該是要 這個計畫的審核 然後在報銷的時候 這個文化部他 內部審核人員要針對 這個報銷 會有沒有跟原來的補助計畫 相符 要來做負責的一些審核 那麼最後 才能夠來進入這個報銷手續 那 審計部對這個案子 我們 也會注意他獲取的這個情況 會收集資料以後 來看看文化部有沒有照規定來處理 那個沈記長 我想這個藝人白冰冰 說 當初的補助是以天天哈哈笑 的名義來申請 那補助款啊 是九百萬 之後的經費 都是他找 找這個贊助啊 和 製造腰包而來 還賠了近差不多一千五百萬 而所有的資料一併交給新聞局 那請問 按照這種講法 那新聞局 是不是應該 對整個經費的這個 撥補啊 預算的執行狀況 應該都很清楚啊 那審計部隊這樣的補助 在決算審核中 有沒有掌握到資料 對的這個 我們對各機關 這個所有這個補助經費 我們都有在注意 除了說 各主管機關 他們有定辦法以外 那麼行電署基礎 在本身 那麼有訂定一些基本規範 讓各機關的主行 這個案子 我們會繼續來搜集資料 因為現在已經2012年了嘛 那這個是2010年 這個申請補助的 照理講 已經這個整個都 都完成 而且都已經核銷了 那像這種狀況 成績部難道沒有掌握到 裡面的一些 一些資料 各位報告 因為各機關 像這種補助民間團體的案子 相當多 那我們是有訂定一些 這個抽查的一些這個規範 那這個案子在目前 在以往我們是沒有蒐集到 不過我們事後 我們會來看看 他這個 我希望這個一定要 那個要去去了解 實際的去給社會一個交代 那個 陳記長 按照資深藝人的這個爆料來看 波普兩千多萬 那針對是什麼 把島大哥聽的這個節目企劃 而不是華視啊 這個天天哈哈 這個哈哈笑的這個節目 那請問到底是新聞局的錯 還是 這個裡面到底是不是有沒有中保濕囊 這種問題 因為我現在鎖上 我們還沒有這個 具體的資料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在文化部新聞局本身 那麼他的這個計畫的這個 負責的單位 或是當然會計的這個 內部審核 應該會比我們來清楚 陳記長 其實你看到像這樣的新聞 齁 你照理講 而且這個已經經過決算了 你應該去這個交下去 讓你的下屬單位 你的這個裡面負責的人 去實際的了解 把它整個調出來 到底裡面的內容是怎麼樣 到最後的一個結果 也要讓這個 因為你2010年嘛 2011年就已經決算了嘛 對不對 像這種狀況 你不管 你看我們經常在報章媒體 看到一些什麼案子 檢察官 他馬上就交辦 馬上就去查去了解 這個交易容量審計處理 已經在了解中 那你審計部的立場 你應該這些你應該要做啊 是的 我們有在做 將來如果發現 這邊有跟相關的這個計畫 還有預算不符的話 對不對 會做這個財務責任的核定 那你不能說 這個已經事情發生了 而且你一問三不知 什麼都不知道 齁 我認為審計長 你在這方面應該要去加強 好 陳記長 我想從今年午夜期 這個 教授這個詐領國科會 研究補助會 就一直受到社會的關注 齁 那請問國科會補助 新規定啊 是不是已經有通過了 補助的一個新規定 是的 這個補助款 那麼除了行政院定的辦法以外 在國科會 他本身針對這個研究案有定相關規定 那在這個 整個這個詐騙案發生以後 國科會他們經過檢討 他採取一些就是 強化這個內部的一些 這個先導 然後讓這個 租領這個委託案的 補助案的這些教授 他知道相關的一些補助辦法 還有報銷的規定 那也提醒這個各部會 各機關的這個 會計輪延呢 他要來加強審核的一個工作 那另外一方面 他們也做鬆綁的規定 就是像有一些這個 西木中間 這些流用的這個彈性 他們把它換寬 換寬彈性 那麼也要求 這個各學校的這個 這個主持人 他要來負責來論定 就是說這個報銷有沒有符合 這個原定的一些計畫 所以他這種鬆綁 然後加強先導 強化這個 這個接受補助人員的一些 責任的一些概念 從多管來取下 陳記長 對於這個開放百萬之二 研究會彈性應用 但是每個計畫 都以兩萬五千元 作為一個上限 只要跟研究有關 平單據就可以核銷 那這樣會不會造成 審計部在查核上有一些困擾 會不會 這個部分就是因為 有一些共同性的這個 租用的標準 在行政院有統一規定 那統一規定變成說 這些接受委託的教授 租用在族行上有困擾 所以給他一個額度 那這個額度就是說 不受行政院 他的一些通用規範的一些限制 但是還是要有這個租用人 本則誠信的原則 有意義的話 由他的計畫負責人 來做進一步的論定 先由會計輪延 來做這個內部審核工作 那我們會注意 他這個租用彈線 換寬以後 有沒有引起一些 新的問題出來 那個神記長 我想對於違反補助使用途 使用的這些補助款 那按規定 依情節的輕重 可降低相關補助的比例 那卻從未落實來執行過 那請問這是不是代表 國客會原本就對這些補助款 以前的漏息 本來就很清楚 那其實都是爭一隻眼 閉一隻眼 從來沒有 這個對全校 來開划過 那也 為對新的措施 是不是 以後啊 是不是就能完全來解決這些 漏息的這些問題 各位委員報告 就是這個部分 如果說 這個教授本身 他真的有故意 來違反報銷的規定 有涉及到一些詐欺的情況 目前在檢調單位 也有蠻多案子在進行中 那另外對於學校的部分 學校如果說 他在內部審核過方面 那沒有照規定來 那麼在國客會也有一些 有列出這個懲罰條款 那麼在以往也發生過 像說 這個 單計的部分 那麼還有給學校的一些管理會 如果說 違反規定的話 包括減少他的管理會 在這個部分我們也會來督促 我會照他的規定來做一些相關的一些處理 沈記長 我講文化部 預定舉辦兩岸文化前瞻論壇 但是因為預算書上 沒有在意啊 這個標目就是目標內容 辦理的方式等等 那我想也照我們本院的立委 來質疑說太神秘 凍結部分的預算 那榮部長對這筆錢指說 百分之五十的這個的球啊 是操作在他人的手上 在沒有把握 也沒有真誠對話之前啊 沒有辦法講太多 以免失去談判的這個優勢 那請問 決算審查時 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理由嗎 是的 這個預算 他必須要經過大院來完成這個 法定程序 如果大院有一些結議數項 那麼應該要照這個結議數項來 完成後續的程序 才能夠來 我是問沈記長說 像這種模式 這個模擬兩可 而且齁 這個戴一個帽子 這個神秘的帽子 那你像這種未來在決算的時候 可以做這樣嗎 這樣的一個決定嗎 我想在立委員變行 必須要來計數來回答 有關這個案子 我們在審定結算的時候 我們進一步來了解 因為齁 那個沈記長 未來兩岸的密動會越來越密切 那這個 當然我們整個政府的補助啦 預算等等跟兩岸的議題有關的 在決算審核上 到底是要放寬 這個審核的彈性標準 還是要嚴謹的去督促 我想我們是監督預算的俗型 那麼要看他預算的內涵 還有大院有沒有什麼審議意見 然後他的整個報銷 有沒有符合有關法令的規定來辦理這樣 好啦 我認為這個部分齁 有需要再去檢討啦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兩位 兩位請回